那時候Jason來找我的時候 那一開始我其實是有點猶疑說 這樣的故事到底有沒有人願意聽 那後來是覺得說 Jason蠻熱血的一直來鼓勵 也講了一些例子說 Ted大概是怎麼樣去組織這樣一個故事 後來就覺得說好像也不錯 如果這樣一個 那時候是覺得蠻傻勁在推一些事情 那如果透過Ted也讓自己 好像又有一些能量的吸取 那後來真正上Ted的講台的時候 我覺得Ted一個蠻重要的特質 大概就是有點像是能量的凝聚吧 特別是看到Ted那個場地的時候 我看到很多熱血的學生 那時候我就碰到陳大萊的學生 說那麼遠的學生跑到這裡來 然後就想到說自己一個小小的想法跟故事 就是能夠透過這個平台感動那麼遠方的人 當然那時候還不知道說 在YouTube上面能夠感動更多人 所以在講的過程就覺得說蠻興奮的 做這些事情現在不是只有我在想 這個想法好像本身可以擴張出去 那這個是當時的那種心情 等到YouTube出來以後 後來更多人的迴響 甚至也造成說後來我寫一本書 也是因為很多人就只希望說知道更多的故事 那當然也可能是我在Ted Talk裡面講得沒有很好 可是就是那個 idea 確實是透過這樣的平台 發聲扣正的力量 那我覺得這樣一個能量的鄰居 是我對Ted 最大的感覺 所以後來在很多場合我也都鼓勵說 大家可以把這個故事好好追下去 那也許有一天就會有人有這個機會 可以讓你把這個 idea 往外傳遞 那這樣的話其實會讓社會上很多人 會看到一些問題的時候 他願意比較灑淨的熱血把它揍完 因為他知道說其實可能不是只有他在做 一堆人在想說怎麼改變這個世界 那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很渺小 我們只看他一小部分 可是透過Ted 的這種凝聚跟延續跟擴展以後 很多熱血的事情最後是串起來了 那變成真的是一個改變世界的力量 我覺得我一直參加Ted 以後 一直的感覺就是這樣 這是一個很棒的平台 他把一些我們本來對社會奉獻的這種很小的點子 跟本來用力去做的這種撒勁 變成一股可以推動改變社會的力量